川普说 他当时知道全世界都在看他 而他也只想告诉在场的人 还有镜头前面的观众 他仍没事 并且享用这历史性的一刻 让美国团结起来 那川普在枪手开枪当下 幸好他刚好转头看了 大萤幕上面的演讲资料 所以这子弹才只打中了他的耳朵 保住他的性命 川普说 经历暗杀未遂之后 他正在改写共和党 党代表大会的演讲稿 要把美国把世界都给团结起来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